总相处在位置是在宏都拉斯的总统府 目前蔡总统跟宏都拉斯的总统一兰德斯 正在里面会晤 而且待会还有双边的谈话 不过引发讨论的是 总统下巴饭店可以看到 上面写的单据写说 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省份 引发讨论这是不是一中政策的体现呢 这饭店随后也发表了声明 表示他很乐意来接待我国的采访团 而且他也表示说 我国与宏都拉斯 其实方疑是很稳固的 他们表示这样子是一个物质的事件 不过呢 比较引发讨论的是 而宏都拉斯跟总统很多的时候都没有见面 而是在总统要即将离开宏都拉斯的前 四个小时两个人才会有一些会晤 跟参数的行程以及国业 是不是两国邦齐邦宜有声变的呢 也引发讨论 待会任何最新消息随时带你掌握 把镜头先交短了